大家宣布這一個小細節的正式展開 但是在這之前 我想說再先大家 也告訴大家幾個蠻值得高興的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空間 這應該是今天第一次啟用 第一次啟用 但是第一次啟用有一點落差 沒力氣 主要是因為今天剛好在修演藝廳裡面 在修冷氣的管線 所以他不曉得我們今天要辦記者會 所以他就把冷氣給切掉 請大家多多包容一下 以後這個空間是有冷氣的 不會沒有冷氣 那我們特別把這個空間營造出來 希望給未來的不管是辦 這樣的一個小型記者會 或者是我們團隊有需要 要做一些小型的發表 或者是我們民眾在看戲之後 他們也可以到這空間來做一個休息 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永豪化管理科 我們新任科長 農邦科長 也正式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應該終於我還要認識他 他是羅馬中心的老人 但是是新任科長 我們期許他可以做得更好 也帶文化中心繼續往前走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今天主要的活動 我們16歲小細節 我們在這邊非常的感謝 我們台積電文教基金會 對於我們這一個小細節的支持 他們是全力支持 我們這一次是首度獲得台積電 這個藝術季的支持 所以我們非常的高興 他們對這個節目的看重 那16歲是我們台南最悠久的習俗 最有意義的一個習俗 那這樣的一個習俗 其實他也代表一個小孩子 他的成長的開始 他準備要獨立自主 要可以開始探索 可以拿到這個全額的薪水開始 那所以以前的這個習俗 延續到現在 我相信這個時間 7 8 月都是我們台南做16歲 最熱鬧的一個時間點 那我們很希望 我們也借這樣的一個習俗 讓我們的孩子 在身為一個台南人的小孩 他這個不只是去面子做16歲 也要來文化中心 要來演藝術做16歲 然後我們希望 他也藉由這樣一個看育 看育 做育 這樣一個作為 去完成他這個 作為一個文化首都的 文化公民的開始 那這個是我們做這個 藝術節最大的期盼 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開啟我們的青少年們 他們的藝術欣賞之路 跟藝術參與之路 那在這邊我要謝謝我們四個軍團的大力支持 那這一次我們推出了有四檔戲 這四檔戲都非常的精采 非常的好看 都是針對青少年特別量身去設計的節目 那也推出了三場工作坊 三場的講座 這次工作坊跟講座也都非常的精采 非常的有趣 而且講座是張藝鈞跟我們那個溜溜球的達人來做演講 其實我們也就是希望讓我們年輕人的孩子們 藉由這樣的講座工作法 藉由來看這個戲的能夠對於表演術有更多的認識跟了解 那也希望從此我們未來的這個事情 他可以成為台南的小孩子 我們每次做完十六歲之後的必做之事 就是希望我們的父母們也帶著我們的孩子一起來到文化中心 來到走進劇院來瞭解我們的表演術 他在這邊就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無麻煩不是最大的背後的支持的我們PT的 我們希望可以跟著團隊跟自己 謝謝我們台積電 也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讓台南的表演術能夠越做越好 我們就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是努力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部隊的家人 謝謝